政府已经做好准备推出一系列的应急方案 应对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风险 报工部长在国会上也表示 政府将协助企业应对短期和长期的压力 全球经济低迷加上英国脱欧等因素 负责贸易的报工部长林勋强说 我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介于1%到2% 但将会偏低 下半年的经济增长预计会比上半年 取得的2.1%增幅来得低 负责工业的贸工部长易华人指出 虽然经济增长放缓 不同行业受影响的程度不一样 例如海事业和出口业受打击比较大 而资讯科技 教育等行业受影响程度相对比较小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